就在一县北街这家的呀发现了一家小平凡饭馆 他家的后厨环境啊太亲民太接地气了 啥这儿太好了 这小后厨的环境一等 我想挑战一下我的软肋 我每天都在吃 和他们却说我不算吃货 你想知道你是几集吃货吗 小闲着是一块钱一碟 不怕烤肉你随便快 太好了 老板那咱家干多年了 已经五六年了 五六年了是吧 五六年十一年了是吧 还那么算账呢 十一年了 找把乐了 这纯真科技很活老板 这纯真科技很活老板 他家一到饭口是高朋友满座啊 都穿了米柴焦皮鞋进来的 太亲民了 他家的主要特色啊 就是一线明尺五花一套 五花一套啊 全是产生农村驴腊的墨灶的水道户 一等 我就得意驴腊的墨灶的 太好了 农村大钢鸡的酸 这是五块钱一碗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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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呢 穿着小棉杆尖 太亲民了 这小勺给你颠的的 看着就有食欲 看着就有口感的 我给你炒的 炒出国际水平了 兄弟们 一等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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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五花一套 看着就有食欲 看着就有口感的 一共才四十多块钱 太亲民了 一等 这小肉 颤颤颤颤颤颤的 能不解馋吗 兄弟们呢 小五花肉 进准 农村的高路米饭 进准 一等 有混就得有素 一块钱的小咸菜 进准 太好了 这小高路米饭 这一香啊 兄弟们呢 我就得意 农村的高路米饭 加香存粮 散烙子 进准 当然 农村驴腊的 没造的小冬豆腐 进准 这可是农村驴腊的 没造的冬豆腐 真有豆子味啊 兄弟们呢 太好了 这小高路米饭 太有农村味了 一等 这小水蛋花 存如水的 兄弟们呢 太好了 光溜的小水蛋花 进准 太好了 这小猪血 才两块钱 长得稀嫩呢 兄弟们呢 太亲民了 小猪血 就农村的高路米饭 一等 太好了 今天女才了吧 啊 哎 你她娘的还真是个天才